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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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一個 秘密 有一個區域 電廠的含數是這個 我們現在要問,這個電廠是不是靜電廠? 問這個電廠是不是靜電廠? 是的嗎?我們要問,它的電位是什麼? 它的電廠含數跟電荷密度含數 要求這個 現在怎麼求? 電廠含數告訴你了 問你它是不是靜電廠? 我們是不是講過靜電廠有什麼特點? 靜電廠有什麼特點? 都忘掉了 靜電廠它的環廠機要等於零 還有呢? CurlE要等於零 哪一個?任何一個等於零 那麼這個廠都可能是靜電廠 只是可能 如果它跟電沒有關係 它等於零 你不能說它是靜電廠 那我們現在問可不可能是靜電廠? 那我們首先就看 我們把電廠做一個Curl 做Curl 做Curl的話 我們低卡的座標直接散開 不要用什麼行列式 比如說 X Component 它是Parsure OverParsureY Ez Ez是這個 還有剪輯 等一等 下一個 然後再剪輯一個 Parsure ParsureZ Y Component 然後再加上一個 Y Component Parsure OverParsureZ X Component XY Z 解 2X 然後再剪輯 Par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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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Component 好 你們要check 我常常會寫錯東西 好 現在我們就把它展開 等於X Component裡面呢 這個對Y做範圍一份 他只剩下一個X 好 這個對Z做範圍一份 也剩下一個X 這個對Z做範圍一份 就剩下 Y 这个对 X 作编辑们也剩下 Y 再加上 V component 这个是 Z 这个对 Y 作 编辑们也是剩 Z 因此,这个等于 0 这个等于 0 因为 curl 1 等于 0 所以 1 有可能是进电场 我们在这里都没有看到 认识有关于电的东西 如果它根本就是 跟电无关 就不能说 curl 等于 0 那它就一定是进电场 这是有可能 我们假设它是进电场 如果 我们现在要求 potential 制造电场要求 potential 我们以前用过的是什么 V等于 E dot DL 的线积分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在这个设计 E 等于 负等 curve V 因为你这个做线积分 不好做 当左边等于右边的时候 它就是表示 X component 是什么的 X component 是 Y Z GN 要2X 要等于负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X X component X component等于 X component Y component等于 Y component 那现在我们 这个是要对 X 做面为 N 做7分 那我们就可以 如果这个对 X 做7分的话呢 那 Y Z 因为它是偏微分 那这个对 X 做偏微分 Y Z 都当作是常数 所以它就有 Y Z X 再减掉 X Y Z X 这个乘过来 平方 这个乘过来 积分 包括还有啊 常数 有一个常数像 它在微分的时候 微掉了 一支零了 你看不出来 那你积分的时候 它还在 可能是这个 可能是這個,但是這個裡頭啊,希望我們不知道喔, 希望不知道喔,我們, 當然這裡有X想的, 這個我們這樣子寫, 它可能還有, 因為它是X做編繫的,它可能有的像, 它是Y跟Z的函數, 再加C彎, 可能有這麼一下, 這個符號, 然後呢,這個加著它, 我們再看, EY, 它是等於, 然後把這個積分,對不對, 就乘過來積分, 乘過來積分,我們就得VXYZ, 要等於負的, 也是XYZ, 它可能要加一個, 請還有, XZ的, 像, 請還有XY的像, 或者是, 或者是加一個, 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 真正的, 常數, 然後, 同樣的道理, EZ呢, 它是等於, XY, 要等於負的, partial V, partial Z, 那, 我們積分, 我們把這個積分, 就得了VXYZ, 它是XY對Z, G分, 用XYZ, 然後再加上, 形結是XY的像, 再加上一個, 常數, OK, 哪一邊是X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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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是VYZ, VXYZ, XYZ, 好, XYZ, 很好, 你們, 好,那現在, 這三種, 都可能,對不對? 但是,它真正, 這句話只有一種啊, 只有一種啊, 那到底應該是什麼呢? 我們就根據這三個, 一到三, 啊, 我們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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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它三項目都有這個, 那一定有它了, 那現在我們看, 這個除了有它之外, 它有X平方, 那這個呢, 是, 只含有Y跟Z, 然後另外有一個, 呃, 長數, 另外一個長數, 那我們現在就, 呃, 就看看, 它叫含有Y跟Z哦, 啊, Y跟Z哦, 那這個地方呢, 這項都有啊, 但是這個地方呢, 可以有Z, 但是不得有Y, 對不對? 有Z不得有Y, 可以像, 所以, 沒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呢, 有Y, 但是, 它, 有Y跟X, 但是它, 沒有Z, 所以說, 我們說, 這一項東西啊, 這個, 這個東西啊, 就, 就沒有了, 不要, 不要寫了, 因為, 因為, 這裡有Y, 放在這裡就不合數, 好, 那麼, 我們再看, 你這裡有X, Z呢, 有X跟Z, 就有一項裡的話, 只有X跟Z的, 沒有Y的, 好, 有X跟Z的, 這一項呢, 它是, 有Z跟Y, 沒有X, 所以, 所以, 那一項, 就沒有X跟Z的項, 這裡是, 有X跟Y的項, 可以有X, 但是, 沒有Y,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我們現在就看, 它有, 它是X跟Z, 呃, 這項, 我們說, 它就不存在了, 哈, 那麼, 那麼, 這一項呢, 它, 只含X跟Z, 那麼, 這個地方, 只含X跟Y, 所以, 它只是XY, 它只是XZ哦, 哈, 所以, 沒有一項是含有X跟Z的, 哈, 好, 那麼, 我們再看這一項, 這裡還有X跟Y, 還有X跟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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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一項裡頭呢, 它雖然這裡沒有X, 但是這裡有X, 哈, 這一項裡頭呢, 這裡有X, 有X, 所以啊, 我們說, 這一項可以包括到裡頭, 哈, 這個, 都是合適, 就是說, 你只有X的話呢, 有X的話, 你放在這裡也可以,哈, 放在這裡也可以, 放在這裡也可以, 放在這裡也可以,哈, 再來就是, 常數, 常數的話, 大家都有一個常數, 那麼, 這個常數, 我們就, 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常數項目就對了, 我們加一個C, 哈, 所以我們說, 這個, potential function呢, 應該是, 像這個樣子, 不過這個C還是不知道, C還是不知道, 這個C呢, 你一定要告訴我, 在某一個, 位置的時候, V是多少, 我們要有一個, 所謂的, boundary condition, 邊界條件, 我們才能夠, 決定, OK, 好, V, 我們說它就是這個, 現在我們要看它的, Row, 啊, 求Row, 求Row怎麼求啊? 因為它, 我們現在有V, 又有電廠, 那你可以從這裡, Divergent E, 高斯定律的, 唯一分是, 它是等於, Row over y0, 哈, 或者是, 比如, Laplace V, 要等於負的, Row over y0, 這兩個都可以, 不過我們這個比較確定, 我們就用這個, 電廠比較確定, 其實都可以啦, 那我們就用電廠做也做, 好, 那麼, 所以Row呢, 它可以等於y0, Divergent E, 那我們就把, 因為E是用迪卡爾座標, 表示啊, 迪卡爾座標的, Divergent就是這個東西啊, 就是這個啊, 那現在, 我們就把這項項項, 求出來, Ex, partial Ex, over partial, Ex, Ex, 是等於, Y,Z, G, Rx, 它對, X, 左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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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它是等於X,Z, 它沒有函,Y, 所以就是零, 這個也是零, 所以它就是一個, 負二, Y0, 負二,Y0, OK, 好, 就是, 如果那個是, 晶電廠的話, 它的, Charge Density, 是這個東西啊, 好, 現在, 我們, 再舉, 幾個, 求Charge Density的, 這裡告訴我們, 你知道, potential也可以求Charge Density, 那現在, 講定我們有一個題目啊, 是, 是這個, 好, ABC為常數, 好, 這個是, 介於兩個平行板之間, 這個是, 這個才是介於兩個平行板之間。 導體20移彈, 兩個弧線大的, 導體平行板之間, 现在我们如果把这里当作雷因,这个地方是D,那现在随便一个位置是X,这一点的V是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这个空间二板针的电荷密度,我简单些去拍个Row,那你就想我们Row拿几种球法,如果你知道总电荷,你就知道它是均匀分布, 如果均匀分布在球面上面,那就是面电荷,你把这个电荷被球面来面积来除,如果是均匀分布在体积里面,那你就把Q被体积来除。 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是两个无限大的平行导体板,前后无限大,上下无限大,当中有Row, 这个Row,你没办法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Borning charge density来表示,你也不知道总电量是多少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两个式子里面都含有Row, 一个是Divergent1,一个是Divergent1,一个是V,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式子里头,那我们这次就调这个,因为它跟V有关嘛,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那我们说U, LambationV,它跟Row over Divergent0,你要把这个式子写出来,这个式子是有名称的,最好不要一下子写这个式子,最好不要一下子写这个,Row等于,最好不要这么写,不要这么写,不要这么写, 这个式子写这个式子。这个式子没有名称的,把有名称的,顶顶大名的这个故事写出来,然后再写成这个样子。 好,那我們現在知道V是這個 迪卡爾做標的V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是 epsilon 0 partia square v partia x square partia square v partia y square partia square v partia z square 是等於這個式子 我們知道這個僅僅是x的函數 所以這兩項都是零 這兩項都是零 就不要做啦 就做這個就好了 所以 epsilon 0 那我們可以分兩次來做 B over dx 你說它對x做片位分 那就是三分之四 A 再乘上x 三分之一次 三分之一次 然後我們加上B 再來一次 四分之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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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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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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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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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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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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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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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這個區域裡有個電荷分佈 這個是球星 距離它二遠之處 這一點的電場 它可以在外面也可以在裡頭 我們現在要求 我們不曉得總電荷 總電量不知道 也不曉得你這個區域到底有多大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Q over 全部體積來做 所以只有用 我們解嚴的時候 因為知道電場 我們就用divergent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題目是很簡單的 不過我是要做給各位看 就是你做題目 一定要做著讓人家看了 或者自己以後看了 很容易就了解了 你當中盡量不要去審閱什麼步驟 審閱什麼步驟 以後看起來就很麻煩 比如說你現在念二年級 念電池 你到四年級要考研究所了 你回來再看這個筆記 或者說你二年級做的奇題 你裡頭亂跳一通 你當時是沒有問題 因為當時你進入狀況 我選這一步 我可以跳三步 跳五步都可以 但是你適格那麼久 你那個時候印象比較模糊 你跳一步你都看不懂 你知道想個半天 你跳好幾步你怎麼看得懂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去跳 你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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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這個寫出來 這次可能就要你 你到外面去考試 或者是在這裡考試 他要求這個 像這一題 他就是看你會不會這個 高師定律 找一個什麼 這個 這個 外部裡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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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小於 這個 這大於嗎 不對嗎 你說一下 等於重複了 等於沒有關係啊 這兩個 大於等於 這兩個 都等於A的話 這兩個相等 等於A的話相等 沒有關係 那麼 我們現在 在這個式子 那就是要看你有沒有這個式子 你 他出題 因為他們要有戶地 我出這一題 我要靠一些什麼東西啊 我要知道你 你知不知道有這個高師定律 如果你整題都靠不到這個高師定律 就看你這個微分 那個那個 成這個 那 那 這個 這個 你這個分數會被控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呢 寫出來以後 你再把Row 寫成這樣子 好 現在 是球座標 你就按照球座標的Diverging 把它展開 球座標的Diverging OK E的R component 再加上R Sine Theta分之一 Tasha Tasha Theta 然後E的Theta component 再加上R Sine Theta分之一 Tasha Tasha 這裡雖然告訴你 它僅僅是R的函數 這兩項都是零 這兩項都是零 但是你在做習題的時候 還是把它寫出來 你做一題寫一次 做一題寫一次 你就會比較熟悉 因為你要考試 你考試的時候 你就要很熟 對不對 像這種東西 過兩年 你沒摸它 可能就忘掉 像我這個 好幾年沒有教電池 認為一下子寫不出來 但是 我沒關係 我寫不出來 我可以看 你們要考試就不行了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要 常寫 好 那現在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做這個裡頭的 把這個裡頭 二平方 微分這個 微分這個 微分這個的話呢 我們就 我們就 先把 一 二 component 一的二 component 就是這個 或者是這個 那你現在就要看 你要 先做 小於A的範圍 比如說我們 我們做這個 1 我們做這個 R 小於A 之範圍 小於A的話 我們就是 R 三四方 加上A R 平方 好 有什麼問題 哪一個 這個沒有 沒有 好 那你現在 這個微分 這個微分 就是R五次方 對不對 那就是 五倍的 R四次方 好 這個R四次方 所以 加四倍的 A R三次方 好 那你把這個 再 把它 乘進去 好 它就變成 Epsilon 0 五倍的 R三次方 再加四倍的 A R 好 這樣子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再看 R大於A的範圍 大於A的範圍 是這個值 所以 我們就寫 R R 要等於 Y0 R 二平方 先拿出來 然後 Parsure Parsure R 這個乘一個 R平方 再乘R 再乘1的 R Component 它是等於這個 A 四次方 然後 這個地方 有一個 R 負二次方 我們就這麼寫 好 這個R平方 可以叫 所以說 沒有R 沒有R的話 它做平位分 就是0 是吧 所以 R大於A的範圍 就沒有了 因此我們知道 它這個Charge density 就是在 以A的這個 為半徑的這個球體裡面 好 現在我們再看 如果 如果 1 等於這個 如果 電場 是等於 10倍的 3 θ R Component 將2倍的 cosθ θ 我們先要求 Row Row 求Row 好 現在Row要怎麼求法呢 那我們看這個是 球作標 我們還一樣 有 Y 螢 就是ρ over ε0 那么我们就叫ρ over ε0 diverging e 那我们就把diverging 这个设置写出来 它没有φ 这里头只有θ component 没有φ component 因此这一项就是零 这一项是零 这一项是零的话 我们就做这两项就好了 它是ε0 r平方分析 partia over partia r 2平方 乘1r 1r是这个 乘10倍的 sinθ 再加上 r sinθ 分析1 partia partia θ sinθ 乘1c 乘1c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算出来了 2倍的 2倍的 ε0 over 2 2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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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 2倍的3c 2倍的3c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 后面 这个 这是 23c cos 等于 上一个 2c 再5一分的话 变成 cos2c 再5一分 2c 2 2倍的 cos2c 然後 外面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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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一个 r 出去了 所以它就是 sinθ 乘进来的方 好 我们把这个 整理一下 可以变成 r3c 2y0 9倍的 你这个画一下 这个可以变成 cos2c 就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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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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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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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4 是這樣的 知道這個電場要求肉 知道電場要求肉 那我們怎麼辦呢? 還是這樣子啊 我們做法還是解 由什麼式子來求 你第一個式子 你做題目第一個式子最重要 人家就是看你第一個式子 你第一個式子寫對了 他都知道你會用這個方法 你到後來做錯了 當中扣這個路那個錯了 他扣的都很少 你沒有寫這個 然後後面錯了 他就算全錯 好 那 由這個 去肉 那我們就把這個肉呢 我們說肉 就等於 然後把電場帶進去 我們看這個 因為它有兩個區域 所以我們就先做 我們先把這個展開 然後再把電場帶進去 好 它是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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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先把電場帶進去 說 這個 scalar 等等 或者 看 它就是 這兩項都是Row component,所以這兩項都是零 Row,介於A跟B之間 這個Row是代表原路坐標的半徑 這個範圍,我們就可以求Row等於 ipsalum zero,Row分之一 Parsure,ParsureRow 裡頭是Row乘上這個 乘二分之一 R方Row減A平方 overRow 它要等於 你把這個 這個就沉進去而已 Row乘Row在這邊,這個微分就沒有了,只有這個有 可以二分之一 RowRowSquare 請一個二分之一RowA Nxquare 等於 這個微分就是變成Row Row 所以它是等於 Y0 好,我們現在看 Row 大於 Parsure Rho 叫等於 Y0 Rho 分之一 Partial Over Partial Rho Rho 成長這個 成這一下 Rho 成 Alpha B 平方 解 A 平方 等於 0 因為 Rho 跟 Rho 約掉 你都是長手吹,對它為分就是 0 這是幾個很簡單的例子 再來我們就要講到 邊界條件 因為我們 這個接下來